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守候在荧幕前 等待着与男神 男神 男神等男神相遇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余生请多指教被撤荡 截止发布时间 湖南卫视还没有给出官方的首播时间 观众只能看到余生请多指教的播出时间 杨幂杨子一去不复返 虽然请多指教没能顺利播出 但是 主演肖战却没有停下来杨子的脚步 前者不止成功杀清了玉古瑶 在戏剧梦境中也多次出现 通过五个病人这一角色 进一步磨练自己的演技 另一方则是杨子完成陈湘如蟹中女主角颜子薇的所有戏 也是一帆风顺的 玉古瑶 香香也就是到了后期制作 预计将于2022年与观众见面 为数不多的几句话 将陈辉导演对肖战赏识的喜爱展现了出来 这个好演员也不应被辜负 以后请多指教是值得的 无论是主创阵容 还是情节深度 或是制作团队 余生请多指教都具备了成为爆款的能力和资格 他能不能登陆寒假 祝肖战 杨子为2022年开个好头 等着看